港鐵屯門站早前列車出現設備故障 經工程人員搶收,將故障列車駛離主行車線 屯馬線列車服務逐步回復正常 一節最新消息,西貢方日華普通科門診診所 因為受到水管滲漏影響,早上未能提供服務 工作人員現在正進行搶收及清理 轉體下,新一屆區議會大幅改革組成比例,又增設職效指標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說,對區議員表現感到滿意 認為可以繼續保持現有的地區治理系統 完善地區治理後的區議會設理職監察指引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說,會以年度公佈它的職效指標 但部分職效以次數評核 例如農曆新年的關外大行動,有地區要求區議員探訪到指定數目的家庭 會否被人感覺為追數呢? 如果我們沒有數字,又會有人說我們沒有數字的要求 但在數字的要求以外,我們看到區議員的工作 其實是有一些實質的果效的,訪到有關的住戶數目之外 它引出一些在地區市民關心的交通問題 之後在議會的工作,他們繼續跟不同政府部門跟進 指引亦定明會議出席率 麥美娟說,超過七成區議員全勤出席 相信是歷介中表現最好 那是否沒有需要再考慮改變區議會的組成呢? 就算我自己做了二十多年區議員 都見到很多以前這些地區的問題都不是那麼容易可以處理到 但見到在今年這半年裏面,整個地區治理的效率是提高了 很多地區裏面的問題是得到很送出的回應和解決 我相信這個也是運作良好,也值得我們繼續去保持 同樣在社區發揮重要作用的軍愛隊 但部分軍愛隊反映,平均每個月只有大概三至五萬元資助 有時都可能有心無力,會不會考慮資助額加碼呢? 政府的資源我們都需要善用 如果在有可行的情況下 當然我們希望關愛隊可以得到更多資源 社會裏面有很多人都很願意主動跟我們關愛隊合作 我們其實現在都經常有很多人跟我們說 想到一些新的方法,如何可以在地區開展一些新的服務 由立法會走入熱廚房,麥美娟回顧過去兩年,應用時間過得很快 已經完成了完善地區治理等不同的工作 希望剩下的任期可以繼續很快幫到市民 武士尼斯記者,澤娟文報道 兩位視障人士投訴登上香港快運航班之後被要求下機 最終要改達同日較後的航班出發,感到受不公平對待 快運回應說是為了確保安全,需時評估乘客的情況 周然暗及北邊致協同補償 評機會說不評論個別個案 民航署就說有為本地航空公司制定相關指引 已經向香港快運了解今次的事件,並且繼續跟進 兩名事主由失明人協進會安排之下見傳回 事發於5月22日,兩個人原定乘坐香港快運 下午3點的航班前往東京 在辦理登機手續的時候,地勤知道兩個人是視障人士 兩人拿到登機證,之後順利登機 但是有機組人員之後通知他們 因為不能夠達到安全標準要兩個人下機 在這麼多個乘客中目規規之下 我是有覺得那種冒犯,那種侮辱的感覺 兩個人回到客運大樓之後獲發餐券 並且獲安排乘坐下午5點多的航班 但是兩個人拒絕 最後經協商之後,乘搭近午夜另一班機出發 快運回覆說,需要時刻確保所有乘客 在緊急情況之下能夠遵守安全程序 今次的事件確認地勤和機組人員 都有按照標準安全程序,但是判斷有不同 由於當時需時上報並且進一步評估 所以兩名事主未能夠乘坐原定的航班出發 會檢討和改進工作流程 強調致力為不同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安全的航空服務 有立法會議員認為事件可以避免 本身如果有些行動不變的情況 尤其是如果不是一個隨行人士照顧 最好就應該和旅行者、航空公司 這些機構提前做一個溝通 看看有什麼協助可以安排得到 但是這些都不構成拒絕去乘搭飛機的權利 評機會回應說不評論個別個案 但是根據相關指引 除非因為操作或者安全理由 航空服務型辦商不應該以乘客殘疾等等為理由拒絕他登機 無線電視記者梁永祥報導 國家海關總署說 在西九龍高鐵站旅檢出境渠道 查獲393張未申報的文物明信片 都是屬於禁止和限制出境文物 海關查驗後 在一個旅客行李箱發現393張 使用信封和塑膠合裝的明信片 經廣東省文物鑑定站鑑定 確定其中45張是清代至民國的明信片 屬於禁止出境的一般文物 348張文國明信片屬於限制出境文物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規定 文物要經國務院文物行政部門指定的機構審核 和指定口案出境 明報社評 內地媒體報導 1533所農村學校的學生午餐補助費 被地方政府挪用 金額達到23億人民幣 資料來源是審計處向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財政收支審計報告 並隱藏在審計查出眾多問題中其中一項 審計是公開公正透明的法定工作 發表報告在二九正政府執行財政收支偏差 對所有政府官員起到教育的作用 並成為公眾監督政府的依據 若然能夠主動出擊就個別問題發表單獨報告 成效將會更加彰顯 信報社評 元首級領導人的健康狀況 往往被列作國家機密 但美國總統拜登的老態隆忠 卻已經是露人皆宴的公開秘密 縱使他否認首場大選電視辯論的糟糕表現 是由於體力和努力走下坡 但是民主黨陣營和他的金主 呼籲拜登退選的聲浪越來越高 若果要改變拜登心意 一切視乎民意取向 萬一選民越來越不支持老胡兔治國 民主黨才有機會變陣 退出另一位總統候選人 一言以畢之選民就是上帝 敬畏選民就是智慧的開端 又到中華錄影時間 香港有樂團近日到四川音樂學院 舉辦月樂音樂會 全讓北年月運 一齊去看看 香港樂團足運小集 這日在四川音樂學院演奏樂樂 亦都叫做廣東音樂 除了中國傳統樂器 更加有中西樂組合 其實樂樂的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是海納白川的音樂 中西樂的合奏 這些我們叫做fusion的 其實很早很早已經在樂樂裡面出現了 樂樂的前身主要是樂劇過場音樂 和控托表演用的小曲 二十世紀初發展為獨立演奏的戲樂曲 為了更好地復刻百年月運 他們查閱大量的文獻資料 最大的困難因為我們復刻 主要的是有一個復刻黑膠唱片的工作 當時的錄音是非常有限的 有一些樂器其實是聽不清楚的 每一個樂師都把自己要演奏的樂器 抹寫出來每一個音都抹寫出來 如果有一些是蒙糊的 或者是跟其他樂器混在一起的聲音 有一部分是要用很多的軟件 怎麼樣去把那個聲音弄出來 如果也弄不到 我們就根據那個前文後禮 去把那些音符填充下去 樂團至今已經在四十多個國家和地區 舉行過六百多場音樂會 無線電視記者陳雨喬報導 山西永樂圖木雕刻屬於國家級非為項目 溫城市有傳承人 近年之歷傳承弘揚技藝 一齊去看看 在瑞城縣這間小院 永樂圖木雕刻傳承人李彥君加工木料 之後打磨 雕刻 經過繁多工碎之後 就製成一把圖木劍 咱們這個陶木雕刻 最早是以陶木劍為主 但是後來咱們演變了很多 比如說咱們現在看到這個擺劍 包括一些家庭的裝飾 永樂陶木雕刻 距今有七百多年歷史 陶木文化源於道教 直於民間 所以說在這個民間 也有一些流傳 就是陶服 摘去舊服 換新服 在這個雕刻工藝中 我們會採用這個吉祥數字 還有一些吉祥的圖騰 她說現在陶木文化 越來越受歡迎 它總共有五大類 上千個品種 從陶木劍系列 擺劍系列 掛劍系列 吉祥物系列 文創系列 你看咱們背後那個燈 適合家庭裝 比如像這個擺件 就可以擺到辦公桌上 或者是博果架上 近年她還教陳宰人技藝 幫他們自力更新 未來希望建立陶木雕刻博物館 比更多人了解這門技藝 無線電視記者容家耀報導 這是中華力鏡報導員 美股上一天在科技股大動之下 上星期五三大美股的主要指數都可以升 當初标普500指數和納斯達指數 就在高位 其中标普500指數整個星期計 升了約2% 納斯更厲害 整個星期計 累積升了超過600點 升科接近3.5% 美股做得好 但港股走勢一般 今早見到是低開的 低開是131點 低開那下去到17667點 這下就略為更多跌了 最新跌155點 要留意 近月的低位只是17600 曾經稍稍打穿過 即是跌跌下 已經去到近月培回區的底部 差在穿不穿 如果穿的話 下面250天線就是17500 100天移動平均線就是17400 一般技術派都會視這些平均線 作為初步的支持位 留意剛才說的250天線 在17500 亦是牛政重貨區所在 外圍消息 還要留意法國政局 事關法國國民議會選舉 第二輪投票結束了 很意外 看到左翼拿到最多的議席 本來是右翼 怎麽是左翼 市場擔心左翼會承諾大幅增加公共開支 提高最低工資等等措施 即是甚麼呢 大家很擔心法國財政的問題 歐元的匯價見到在亞洲時段向下 一度跌到1.08的水平 我以為情況會再跟進 目前成交到接近40億 最新跌164點 繼續偏遠 我們看看期貨最新走勢 期指即月份跌75點 17600點的水平 留意內地股市都是低開 上正低開10點 深正成分指數低開19點 即是低開0.2到0.3%左右 內地股市繼續影響我們 目前期指成交去到8500多張 看看匯約港股情況 今早ATM都要受壓 加上友邦超過一個月低位 都是影響了港股 逐個來 匯豐排第一 近來少見些 最新股價跌6毫子 都是押著指數 騰訊反過來站穩 先跌後回穩 股價升回過4 友邦剛才提到他 最新未跌5個先 繼續疲弱 51.7 阿里巴巴跌8毫半指 工商銀行徐靜 剛才去到低開 去到兩個星期低位 但最新都咬腰是倒升一線6 看看6至10位 幸好暫時有些倒升了 頂著指數 但這版多數滿光紅 新鴻基地產跌5個先 中遠海控大跌超過9% 剛才中遠海控都是低開 現在跌幅進一步擴大 當然是高位跌下 雙汽車股價排第8位 股價跌7毫子 健行靠穩 美團跌過1 新經濟股似乎一般 看看恒生科技指數最新跌11點 焦點股除了新經濟外 留意汽車股份 比亞迪有新消息 土耳其官員提到 土耳其很快會宣布與比亞迪 達成10億美金電動汽車工廠協議 即在那邊建工廠 消息提到總統阿里多安 估計今天會舉行儀式上宣布投資計劃 比亞迪股份暫時估計算是這樣的 其他消息包括廣氣 六月份汽車銷量跌3成1 廣氣股價稍為偏遠 未來首席財務官辭職 未來股價跌得多些 跌了超過3% 所謂的內房 內房出了賣房數據 有好有不好 見到途中688股價靠穩 集團六月份合約銷售額不錯 增長四成 其他都是跌 包括旭輝 六月份的銷售跌4成8 新成化指下跌4成3 融創六月份的銷售額跌7成8 全部都是大跌的 其中跌得最多就是融創 估計就是它跌得最多 最新跌3% 內銀股公行和中國銀行 即1398和3988 今日都是隨息的 今日買就沒有息收 但是股價見到反覆 都是多數向好 除了中行 中行暫時偏遠跌了0.1 留意一下人行宣布即日起 將會看實情況 臨時做正回救 或者臨時逆回救操作 這方面對於市場的資金面 會有啟示 將來再說 留意一下內地A股今早炒貴金屬股 我們H股 即A股升後 H股都是貴金屬股 都是向好 其中山東黃金和中國黃金國際 升2% 今假去到執近一個月高位 下午再說 早安,我林可盈 受到水管滲漏影響 西貢方日華普通科門診診所 早前未能提供服務 九龍東醫院聯網發言人說 工作人員正進行長修和清理 診所職員會聯絡受影響的病人 安排改往 將軍澳賽馬會普通科門診診所 或將軍澳保寧路普通科門診診所覆診 行政長官李家超應是村省的邀請 到當地商討大熊貓來香港的安排 他說希望將寶貴經驗帶回香港 進一步提升本港的大熊貓保育工作 記者澤瑞敏在成都報道 李家超同夫人李林麗善 晚上九點多抵達下塔的酒店 有工作人員扮成大熊貓歡迎 李家超之後在酒店大堂觀賞茶藝表演 星期一早會出團到訪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 都江演基地 了解大熊貓的護理、致養和庫港安排等細節 和國家在大熊貓保育和研究領域的最新進展 又到四川香港馬會奧林匹克運動學校進行閉門活動 基地和香港都很有淵源 2008年民村地震之後 基地獲港府撥款援建 之後為了表示答謝 基地免費開放給香港人參觀 李家超也在社交平台 感謝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長浦布頓豬到機場迎接 希望將寶貴的經驗帶回香港 進一步提升本港的大熊貓保育工作 全國人大常委李慧琼說 支持給公眾多參與大熊貓來港的過程 例如為牠們命名等等 又說早前到過海洋公園了解準備情況 相信本地有能力養育更多的大熊貓 如果有條件可以爭取在短時間 多過兩隻熊貓來香港嘗試一下生活 然後讓牠們在香港適應 當然最後可能就要選兩隻 在香港玩得最開心的熊貓 留在那裡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式 他有期望大熊貓能夠在十一國慶自然抵港 融入香港的大家庭 《無線事記者》澤宥敏在四川成都部 傳理下 全港青年月曲比賽舉行決賽 適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元周年 主辦方期望透過比賽 比更多年輕人認識粵劇這項非物質文化遺產 華麗的投色服飾 微目分明的妝容 靈巧的肢體動作 佩爾妖良三日的歌聲 這一班粵劇小生花彈 舉手投足都有板有眼 全港青年月曲比賽在灣仔舉行 今年是第四十九屆 決賽分為少年組、青年組和採唱組 總共十四組參賽者 其中一個只有十三歲的參賽者表示 在學校認識到粵劇 上小期班的時候 已經覺得粵劇這個課外活動很有特色 好像沒什麼聽過 所以就吸引了我去學 另外我覺得在頭飾或服裝方面 也成功吸引了我 我身邊也只有幾個 也不是太多 但因為每個人都覺得粵劇好像很麻煩 又要穿頭飾 但其實粵劇也是挺有吸引力的 面對大眾對粵劇認識不足這個問題 有應屆大學畢業生就認為 可以應用科技加以推廣 現在都比較流行 或者是一些比較短視頻的傳播 其實我覺得這個傳播是很大的幫助 是讓不同的人有機會可以看到一些 關於我們粵劇方面的一些知識的影片 或者是一些認識不同的演員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途徑 粵劇名領謝雪森 就認為可以由錢入心 向年輕人推廣粵劇文化 政府都可以在配套上做得更加好 我覺得由錢入心都很重要 小朋友都是有些人喜歡漂亮 如果給他們一個感覺 不是那麼難的 不是那麼難接觸的 他們就會投入 他們不只是做文器 刀槍劍擊都要的 希望政府給多些樓底夠高的地方給他們 希望政府分類 這種培養青少年 或者粵劇的新秀 就會容易些給他們場地 主辦方期望讓更多年輕人 了解和欣賞粵劇這項非物質文化遺產 推動粵曲文化發展和傳承 無線電視記者黎在山報道 經濟日報審評 中央時隔十七年再次向香港贈送一對大熊貓 特首李家超昨日出發去四川了解安排 新一對大熊貓 有往十一國慶七十五週年之前落湖香港 港府更加應該打鐵趁熱 在探索和實踐大熊貓經濟學方面 擔當更加積極主動的角色 減願內地向多國單方面開放免簽 外國人來話旅遊和觀賞大熊貓選擇變多 香港更須善用和大熊貓的深厚淵源 發掘更多獨特優勢級客 城勢刺激海洋公園和南區旅遊 重新啟動和民創產業更大發展 雙報審評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網誌昨日披露 去年在多重壓力下 香港資產和財富管理業務展現強勁印性 管理資產規模 穩暫在三十一萬億港元以上 溫和增長大約是百分之二點一 數據最有說服力 事實證明香港金融服務的國際競爭力 和全球影響力正是日益展現出強大印性和活力 全球財富管理中心的招牌越擦越亮 哪是對所謂唱衰論的最好回擊 亦都印證資產財富管理行業大有可為 受惠於內地經濟長期向好 令本港成為全球財富趨之若傲的目的地 稍後有另一節新聞